我们现在要混沉嘛 因为有时候学生你在上课 你刚好在线上的时候 可能那个学生他会要去打针 或是不舒服 就没有办法上课 那你就必须顺便把上课的东西 给录下来丢到网路上 这样子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 才可以有办法回来在线上上课 你就不用再重讲一次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录影 那录影呢 录影的方式很多 那我个人用了那么多样 我最推荐的就是OBS 以前早期用过Ocam 但是这个软体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老师 你在安装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特别注意他的讯息 早期他会帮你放挖矿程式进去 你的电脑就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所以后来这个就 这个我就不要用它了 然后另外有很多家 很多不一样的那个程式 但是我用来用去发现 还是直接用OBS 第一个他是自由软体 所以他授权是完全没问题 完全免费 而且他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当然你不一定需要他全部的功能 因为他还可以做直播 但是他的桌面录影 对他来讲是 一块小蛋糕 那你也不用去管太多的其他的设定 桌面录影是非常简单容易的 那可是桌面录影这件事 会占用一点电脑的效能 会占用一点电脑的效能 所以如果你的笔电或你的电脑 你上课的那台电脑 如果你发现你又开电子书 又开MIT就已经 有点Lag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 要换一台电脑 因为你再开下去 就会很大 你要滑鼠移过去 你已经到天边了 他还在地上 所以他这个都是会 会占电脑效能 所以建议各位 你如果现在才要买笔电的话 最少最少要买2万以上 最少老师用的 学生不用那么好 因为学生不会操作那么多个软体 但老师用的 你看你又要开MIT 又要开电子书 搞不好还要加一个GEMBO 然后这互动的过程中 可能还要录影 至少要开四五个东西 那你的电脑如果效能太差 就真的会很辛苦 会很辛苦 那所以这个是OBS 那请各位 我把画面切一下 那因为它是免费的自由软体 所以你一样在浏览器打开 直接找OBS 然后第一个就是他的网站 然后这边有个download 那个电脑老师最厉害的单字就是download 我去哪个网页都是找download在哪里 然后download 然后这边就有Windows的版本 对不对 这边有好几种版本 那请你就download 看起来像视窗的 在点视窗 然后你是苹果就点这一个 你是Linux就点这一个 所以Windows点了之后 这边有很多个版本 请你用 第一个就好 第一个是64位元 跑起来 现在电脑都64位元 应该还不会有人有32位元 就把它下载回来 下载好之后 请你点两下直接安装 那我们上次在讲那个MyViewBall的时候 里面其实也有桌面录影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不会每次都用到MyViewBall MyViewBall也很吃资源 所以就不一定要使用那一个 我觉得既然要学就学一套就好 那学的那一套最好是功能又强又简单 又没有版权争议 又不会那种盗用软体还要付费什么的 用免费这样最好 所以添加细选之下就这个最好 而且它什么系统都有 这样 所以各位下载回来就把它点开 把它安装起来 install安装起来 那电脑老师最厉害的单字就是install next finish 这个都是必学的英文单字 cancel也要认识了 不然会不小心按到 就取消了 那各位老师下载安装好之后呢 它会在桌面上 桌面上会长这个样子 这一个OBS 然后它有更新的时候 它也会提示你要更新 所以你就不太需要管那个更新的问题 那你打开之后呢 那我也是一样 我的习惯就是常用的 我就把它放到这边 所以你按右键 一样可以丁选工具列 一样可以丁选工具列 那如果我有丁选工具列 我这边其实就可以拿掉 因为这是捷径而已 那你把它点两下打开之后 它会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那你不要紧张 看到很多按钮 不要紧张 什么都不要管 只要管一件事情 声音有没有选对 声音在哪里选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 的那种导播软体 所以它可以选很多个来源 比如说我要 我的画面要放电子书 然后要放我的人头 然后还要把摄影机抓进来 还要截取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放在旁边 还要放一个娘家低基金的logo 这个都可以处理 但是我们没有 还没有要弄到那么复杂 我们就最简单的桌面录影 各位看一下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确定的是 你这两个声音 这一个是麦克风输入 下面这一个是电脑的声音输出 所以你播歌的时候 这一条应该要亮 你讲话的时候 这一条应该要亮 如果你播歌这里没亮 表示你这里的设定有问题 如果你讲话这里没亮 表示这里的设定有问题 那怎么确定呢 这里有一个齿轮 点进来 拉高一点 这里有一个属性 属性就是确认你的收音设备是哪一个 所以我点进来之后 这里原则上它会讨预设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只有一个麦克风输入 你其实可以不用管 就不用看这边 但是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输入 比如说我是笔电 笔电自己内建一个 然后你又插了刚刚那个网路摄影机 网路摄影机镜头拿起来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小洞 那个小洞就是麦克风 所以一般的网路摄影机上面会有带麦克风 所以你就变成会有两个麦克风 那你就要在这里去做选择 我要用哪一个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就找哪一个录音的效果听起来最好听 最迷人 就选那一个 所以通常网路摄影机带的不会很好 那如果你是笔电的话 笔电的话 如果你是一般的笔电 那个麦克风也不会很好 录起来很小声 如果你是有两个洞的 那个叫阵列式麦克风 通常电竞笔电一定有 这种麦克风收音的效果好很多 那我个人还是会建议 请你买一支我上次讲的那个 网红麦克风 那个收音效果真的棒 那个听起来老师的声音非常悦 好 所以你这边选好你的麦克风 按确定就好了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讲话 最多最大声到黄色这边 那就OK 如果跑到红色 表示收音太灵敏 收音太灵敏会破音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 那个等一下剪辑那边做调整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一次就搞定 不要进剪辑 你这个可以往下拉 收音的时候就不要收那么大声 那如果太小声呢 你就往右边拉 但是如果你再怎么大声 结果他都只跑到绿色一半 那就是收音会太小声 那你有两种方式 一个后置 就在剪辑那边处理 另外一个呢 在他这个里面 他有做声音滤镜 不过这个今天我们不讲 因为这个算进阶课程 里面的滤镜 就是外挂程式 可以帮你放大声 也可以调整你不要有报音 还可以帮你做AI降噪 就是环境音他会滤掉 所以这个我们下次再讲 所以你先确定 你讲话这里会跑就对了 然后环境音呢 因为你们现在接笔电或电脑 那喇叭也只有一个 所以他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这里也不用去选 好所以 所以就这样 你要录影的时候 直接开录影 这右边的第三个就是录影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在录了 我已经在录了 所以呢 我这边就变成停止录影 所以当你按下去录影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开始MIT打开 开始跟学生上课 就做什么事 反正你的桌面所有的操作 跟你讲话声音全部都会被录进去 全部都被录进去 那录进去之后 如果你上完课了 你就按停止 我再继续录 因为这个影片等一下要用 所以你在你按停止之后呢 他就会把你的档案 存到 影片这边 你的文件的影片这边 就快你的文件资料夹里面的影片 文件资料夹里面的影片这个地方 他预设会存在这边 那里面可以改 但是下次再讲 那所以你就可以打开来看 所以他就是你上课的操作 你讲话的声音全部把你录进去就变成一个影片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只要按那个录影跟停止录影这样子而已 那如果你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声音没进去 那你就要看一下声音的那个选项 就这样来各位试一下 那个不好意思刚刚忘记跟各位讲那个选取 荧幕是哪一个荧幕了 好所以你看左边这边 左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场景跟一个来源 对不对 那这个场景是让你去设定说 各种不同工作模式 那这个我们不管他 那但是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来源 不然他不知道要抓哪里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要抓的是桌面 桌面叫做显示器截取 所以你就按一个加号 然后他问你要抓什么东西 那我就选显示器截取 对吧 显示器截取 那你按了之后呢 他就会多一个显示器截取 然后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你的画面 那如果你有双荧幕的话 你要在这里去挑 我要用第一个荧幕还是第二个荧幕 显示器这边 或者第三个荧幕 看你有几个荧幕他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因为现在只有接一个荧幕 所以他就只有一个荧幕 他自动会出现 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录了 刚刚漏掉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双荧幕的 他会那边还要选一下 我是用录第一个荧幕 还是录第二个荧幕 所以录影OK嘛 那他会用那个 他预设会用时间加 日期加时间去存档 那你 对那是他预设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 他档案的名称 你就知道是什么时候录的影 那你可以在这时候 再去改名字都OK 那那个细部的选项 我们下一次再讲 我们先让你可以录影 好再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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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